虽说如今手机能做的事情越越多 但仍然还是能够感觉很多生活中的东西会长腿跑 特别是出门丢东西 那感觉真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有需求就有解决方案 AirTag就是解决物品遗失的问题而来的 并且Apple做了一系列配件 比如这个皮革挂带 按照说明 这个挂带主要是给拉杆相一类有把守的物件设计的 整体的质感和其他Apple天然皮革产品类似 具体后面介绍 可能你已经发现这些包装已经拆过了 不过为了演示期间我还是保留了一颗 Apple的包装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 整体都是纸质材料没有使用塑料 Paperwork同时充当了容器的作用 但以前恐怕只有SIM卡针有如此待遇 作为一款2021年的设备 AirTag使用纽货电池供电 以达到长期使用的目的 拆封过程中塑料膜同时充当了绝缘电的作用 设计水平可以说非常Apple 通电的提示音让人感觉回到童年 这就是交互仪式感的一部分 AirTag整体设计上的感觉像是握持的磁力充电器 一面不锈钢一面白色 你可以自定上面的图案文字 以达到识别和个性化表达的作用 AirTag的配对过程类似AirPods 通过蓝牙进行设备发现 你可以为它定义名字 以对应追踪的物品 好比说一个手提袋 随后这个AirTag就会注册到你的Apple ID上 进入所谓的Find Mind查找网络 借助BLE Beacon广播 就算到了天涯海角 只要有Apple设备的地方 它就能被找到 然后会告诉你这个AirTag能够被U1超宽屏0米级定位 也能通过声音进行寻找 在地图上可以进行导航 捡到AirTag的人可以用IFC或许区列号 并了解这个设备正在被追踪 这个页面还会教你拆电池禁用 从而避免恶意追踪 哪怕你用的不是iPhone也能做到 AirTag要发挥功能 当然要想办法和物件进行绑定 接下来展示两个贝尔金 售价98元的配件 首先是这个钥匙串 蓝色的塑料有种廉价感 和小驱门金钥匙一样 当然好处是可以迷惑剪刀的人 苏妮说这玩意廉价感就完了 装起来都头图 有了经验之后再看这个手带款 白色的外观就显得友好不少 但又不至于觉得廉价 这个感觉就比门金卡好多了 颜色上和白色的尼龙背包很搭配 以及你也可以考虑挂在相机上 或者是大白炮上 当然我希望Pick Design能做专门的绑定套件 方便摄影师做资产管理 最后演示的就是这个皮革挂带 通常挂在行李箱上 背面有关于如何安装的提示 像高铁的大建行李区 可能距离座位有一段距离 也有误拿的风险 配置一个AirTag就安全很多 行李托运问题上 扭扣电池虽然属于底电池 即便规定上有所豁免 实际一刀切静止也常见 但若能降低托运丢失的风险 门绑上还是值得的 最后吐槽一点 这四件产品都是独立包装发货的 最后产生了不少垃圾 虽说纸质包装都可以回收 但是这种事情恐怕也就水果干得出来 到实战环节 除了发出声音这一招 最大的杀气无疑是U1超关频的精准定位 结合Haptic Engine的震动反馈 这个体验业界无人能及 这就是Apple软硬件结合的最好体现 没有一家厂家在技术实力和号召里 能达到Apple的水平 相关功能以MFI形式开放 到了室外 蓝牙大概在30米范围内 能连接并播放声音 U1的工作范围大概在15米左右 产品在实用性上完全对得起 228的售价 并且我相信在安全性上的设计 可以避免很多恶意追踪行为 比如长期离开主人的AirTag会发出声音 并提示其他iPhone 由于只有iPhone 11、12、Watch Series 6 HomePod mini搭载了U1 后两者对AirTag还没有支持 目前的功能除了AirTag之外 就是家常版车钥匙和车压定位 AirPlay 2还有AirDrop定位 U1的未来还有很多想象空间 包括但不限于HomeKit自动化的结合 更好的社交分享 乃至于和Air设计游戏的结合 只可是搭载了LiDAR的iPad Pro没有U1支持 最后建有下Zeverge台柱Dieter的说法 AirTag是一款非常Apply的设备 Apply是什么 是工程上长周期开发队精益酬精英的追求 还是软硬交互科技服务于人的人文主义 AirTag就像AirPods 本质是革命 但是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进步 对于问题的发现和处理 最后审视AirTag 它带来的结果是让丢失物品的风险下降了 找不到物品的困难下降了 同时又能带来很棒的个性化表达 这就是AirTag的价值所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可以评论留言告知我 最后欢迎下方关注收藏点赞 感谢各位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要健康冰八个四公調 整快词 有一点 也是 有 rounds 有 油 还 也